格斗狂人vs叶问传人谁是王者?三分钟战况让网友直呼惨烈,幸好有裁判。 被称为格斗狂人大陆综合格斗家徐晓东,到处跟人打架,造成武林一片腥风血雨,成为网络红人。 他先嫌沉寂一时,近日又重出江湖。 对决曾向他枪声挑战,自称是叶问第四代传人永春师丁浩。 本以为会是势均力敌,结果丁浩多次被徐晓东打爬,但令人意外,裁判却是胖平局收场。 还有网友小,要不是裁判多次飞身扑就丁浩,丁浩势必非死即残。 这场对决只进行一局三分钟,一开始丁浩占上风,以快拳击中徐晓东头部,但随着徐晓东反击,拳拳重击丁浩脸部,导致鼻血直流。 共击丁浩被击倒六次,甚至有两次被打出场外,最后承受不住猛烈攻击倒的不起。 这场比赛明显是徐晓东斩押是完胜,但最后裁判高距双方右手,以平局收场。 网友纷纷纷调侃,什么玩意?这是永春。裁判牛逼。被击倒的平局。 永春要一次打十个才能发挥实力。一定不是永春拳,丢进列问师傅的永春拳。